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所谓的热宫当量 那什么叫热宫当量呢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当量 当量就是相当的量 那我们前面有介绍过这个所谓的水当量 那化学有提到过这个酸碱当量 氧化环当量 这当量就是相当的量 什么跟什么相当的量呢 就是热跟宫相当的量 好那为什么热跟宫之间要互相转换呢 那关键在于以前呢 人类呢把能量跟热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热植说 那热植说呢在以前呢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流行 那很简单热植说呢 它可以解释很多现象 你为什么温度高热植多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个温度低热植少嘛 那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介绍过 经过这个伦福特伯爵 这个戴维爵士跟怎么样 跟椒饵的实验 大家才慢慢接受说 其实热不是一种物质 而热是一种怎么样 一种能量 好那椒饵呢 最早做实验证明 力学能可以完全转换成热能 但是反之则否 来各位 这把你的红笔拿起来 我说过画重点 不要从第一个字画到最后一个字 圈出关键字 关键句 你把完全转换圈起来 各位力学能可以完全转换成热能 但是热能却没有办法完全转换成力学能 好各位 这两个不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互相颠倒 力学能可以完全转换成热能 甚至热能不能够完全转换成力学能 所以像这个汽车的引擎燃烧 这个排放出的废气里面 其实也蕴含了大量的热 可是热我们没有办法去利用它 所以比如说像核电厂 有一种特殊的公害 叫什么呢 叫做温排水 因为这些热水我们没有办法再利用 所以直接把它排到怎么样 排到大埃里面 那这基础物理呢 过去也有考过 那你说老师 你不是要遵守能量守恩吗 那可是为什么会有能源危机呢 各位能源危机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废热 我们没有办法对它怎么样 没有办法对它利用 所以才会产生所谓的能源危机 那胶尔最早做实验证明热是能量的一种 而且胶尔测定了热跟弓之间的素质转换 也就是所谓的热弓当量 那这个实验怎么做呢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胶尔的实验装置 那左右有两个怎么样 两个重锤 好它连接到中间这个转轴 这个转轴有叶片它会对水这个搅动 也就对水做工 那这边有个温度计 可以用来量怎么样 量水的温度 好假设呢 这个重锤呢 它下降H 它所释放出来的中力位能叫MGH 但是其实我们等一下看到 热是一个很大的物理量 这样转换不够 还要再怎么样 还要再来回N次 而且左右有怎么样 有两个重锤 所以这是两个重锤来回N次 所释放出来的重力位能 这些力学能呢 转换成怎么样 转换成热能 叫做MSΔT 好但是这两个不能直接相等 因为这是胶尔 这是卡 所以要乘上一个J 这就是热功当量转换的因素 当然这个式子里面暗藏了很多玄机 包括这MGH的M呢 是指重锤的质量 这MSΔT的M是指水的质量 你不要直接把这两个M对消 这两个M其实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个胶尔呢 最早测定出这个热功当量的值呢 一卡等于多少 等于4.18胶尔 那在计算上如果为了方便 那我们其实直接写什么 写4.2 一卡等于多少 等于4.2胶尔 一卡等于4.2胶尔 所以以后你要注意 如果你用怎么样 你用这个所谓的第七章用到的能量 比如说力乘以位一啊 那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MGH 我们之前讲过 好这个怎么样 这个MGH动能 其实都是从功的定义推出来的 算出来的单位叫胶尔 那如果你用ΔH等于MSΔT的话 算出来的单位叫什么 叫做卡 好那这胶尔跟卡之间 就要记得怎么样 记得转换 那我不晓得你会把这个数字被颠倒 那有人一开始也许呢 就搞混了 他写成一胶尔等于4.2卡 不对 这一卡等于4.2胶尔 等一下我用实际的题目呢 算给大家看 让大家知道卡 其实是一个蛮巨大的一个物理量 这胶尔相对来讲算是怎么样 算是这个小咖的 好等一下我们来算算看 那其实呢 如果你算错的话 你忘记做热功当量的转换 甚至呢 你有一些怎么样 有些单位用错的话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感觉一下 其实你算出来的数字 就会产生怎么样 产生这个明显的错误 那热功当量的题目其实不难 只是要考大家够不够细心 考试不只考你会不会 还要考你够不够细心 来第一个 这个热呢 可以用胶尔 也可以用卡表示 那4题目的要求 这个决定 第二个 如果题目呢 同时涉及到 以温度表示的热能 跟第七章 学到了基本能量 那期间一定要做热功当量的转换 好那提醒归提醒 可是考试 大家还是很容易忘记 第三个 第七章 你学到了基本能量 像MGH2分之m1平方里面的m 用的是公斤 但是MxΔt里面的m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功课 注意哦 它不只是怎么样 不只是胶尔跟卡的不一样 它连质量的单位 一个是用公斤 一个是用功课 这个其实也怎么样 也不一样 所以这里其实蕴含了一个玄机 等一下我用实际的题目算给大家看 好第四个解题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MGH或者是2分之1m1平方里面的m 跟MxΔt里面的m 是不是同一个物体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胶尔实验 一个m是指重锤的质量 一个m是指水的质量 你不要都写m 然后两边就对销 哇那就怎么样 那就完蛋了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热功当量的转换呢 其实不难 这种题目其实不难 但是呢 要考大家够不够细心 因为这里的单位呢 你发现这个公斤 总功课 好 再来呢 这两个m到底一不一样 再来呢 你记不记得热功当量的转换 它要注意的事情 还不止一点而已 还有很多点 那考试很残忍嘛 有三件事要注意 你只注意两件 那这会对吗 还是不会对啊 对不对 这个我常讲的一句话 99%都对 就是错 各位99%都对 就是错 考试只有对跟错 你懂什么 没有叫99%都对 这99%都对 就是错 所以仔细体会一下 等一下我用实际的题目呢 算给大家看 我用实际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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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